好來 繼續來看這個國民黨 既成新春團拜 在自立倫散步 不要參加黨主席的補選之後 現在有可能是 福良民跟鑑插心對外的國民 鑑插心在去是唱頭香來領廟 說國民黨就要勇敢來改革 他說國民黨的問題 不只是世代交替 最重要的是要轉換心態 要讓更多年輕人來參與 如果福良民是民仔才要來領廟 他說改革應該是沒分 年齡展 就要來精合到世代 進行團出說 也要參選的主席 說他不算了 要支持鑑插心 認識 人少兩個沒有什麼問題 到了新春團拜 國民黨也帶中 最會選舉公告 董主席的補選 立委鑑插心 帶200萬的現金 唱頭香領廟 有人說是世代對關 但我們要勇敢一點 最重要的是心態上必須要轉換 倒不是年紀的問題 我們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還有就是如何讓更多年輕人參與的問題 有可能參選的前 台北廣州社會也頭一次標台 不參與這一次的黨主席的選舉 我也比較傾向支持 像江啟臣這樣年輕的人出來 改變一下國民黨過去的一些思維跟框架 曾經過去在國民黨裡面 做過黨主席跟副主席的人 不要再出來參與選舉 為什麼不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董主席的補選要夠了 台北主席 任贏得共就說 獎金以後 有位董來說 不要來道來行 外道不擋 未來國民黨沒派被固定跟黑心的祖劍